闺蜜不是塑料情,唐人闺蜜上演娱乐圈别要幸福生活。 闺蜜不是塑料情,唐人闺蜜上演娱乐圈别要幸福生活。 毕竟娱乐圈更是一个利益为上的地方,关系再好的朋友也会因为资源的竞争变得尴尬。 一个红一个不红,两个人相处起来总会觉得别扭。 所以娱乐圈真正的朋友更是值得大家去珍惜的,唐嫣和她的闺蜜也是感情非常好。 唐嫣在娱乐圈一直演出傻白甜的角色,真实生活中也是一个活脱脱的傻白甜。 唐嫣在娱乐圈的闺蜜看上去也有很多,杨幂刘亦非都和她关系不菲,但是唐堂的闺蜜中感情好,生活最幸福美满的就属于吕依了。 都说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堂堂一向是有剧就拍,没有剧的时候就开心地过住自己的生活,去年一年唐嫣更是接近神隐状态,几乎没有什么消息传来。 相比私底下的唐嫣也很享受这样安静的时光吧。 吕依也是这样的人,虽然吕依已经出到很多年了,但是在娱乐圈始终不温不火,并没有多少人关注。 当然吕依也不是一个非常追求大红大纸的人,知足地过住自己的小日子,让人羡慕。 吕依将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,无论是爱情和友情,都有助自己的收获。 在娱乐圈也有助一打票朋友,更和唐嫣有助非同一般的友谊。 吕依和老公的爱情也一直令人羡慕。 夫妻俩都属于那种不争不强的人,淡淡地裹着自己的生活,在娱乐圈之间徘徊。 吕依老公也不是什么无名人士,在大热剧花千古中也担任过重要配角,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经商才能。 不仅做主席餐厅火锅店泰国菜餐厅等等生意,还将生意做得非常红火,在经商的明星中也算是首居一指,也不用靠演戏过活,于是便将演戏当作了爱好。